关于目前整体伺服器的一个市场跟出发的变化 其实整体的伺服器市场可以从需求面来看 需求其实在这几年包括像是云端服务需求 像是我们每天在一些Google上面的一些应用 像是Google引擎或是说Gmail等等 其实都会增长一个伺服器 包括储存或是运送的伺服器的需求 包括像是Facebook我们每天在上Facebook 然后像是影音平台针对这个伺服器有所需求 所以可以看到说从这几年从2016到2018年呢 整体一个出货量是呈现一个比较高度成长 大概是双位数一个成长 那其实2019年因为2018年底 一个整体一个拉货的库存所谓比较高 所以2019年首度出现这个出货的一个年减的情况 那进行一个修正 那其实今年2020年应该说去年2020年一个受到疫情影响 那虽然在上半年的话一个供后比较不顺 但是当供应比较正常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从2020年的下半这个云端需求 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影音需求 因为这疫情然后远远端一个办公等等的影响 那整体的出货量呢其实有所有的增长 所以今年呢预计大概 到2020年大概是以一个7%左右的成长率 那到2021年的话其实预估可以达到5.6%一个增长率 那我们预估呢其实从2020年到2025年呢 这期间呢大概会比较稳定 以6到8%一个年增率一个成长的情形啊 一个持续的一个增长 另外针对这个2020年的对云端资料中心呢 跟品牌上这么影响呢 其实有不一样的情况 那以云端资料中心来说的话 刚刚有提到说包括说远距的一个办公 那以及说既有的一个云端的需求呢 其实这边让包括大型的云端中心呢 这边就是需求一个大幅的提升 所以我们预估呢这边大概以2020年来说 大型云端中心呢大概是以双位数啊 一个大概一成左右一个成长率啊 那对于品牌商而言的话 比较不一样是说 他们是以所谓的企业客户为主啊 那尤其这一波疫情之下呢 一些中小企业客户受到疫情影响尤为严重啊 所以呃针对这些品牌商而言的话 那受到一个就是冲击也比较大 那我们预估呢大概这些品牌商 整体而言的话大概零减 呃5%上下 针对大型云端中心其实 对于我们台厂啊 这些在做白牌伺服器的一个代工厂商啊 其实有很大一个影响啊 那怎么说呢 尤其是在从 其实可以追溯到2011年 由Facebook所发起的OCP 开放运算联盟啊 那时候其实呃由Facebook那 呃发起这个联盟之后呢 其实陆续有很多的一个大型资料中心的陆续加入 那也有制定所谓的一些呃这些云端资料中心的伺服器基础架构相关的设计规范 那也让这些所谓的白牌厂商可以依照这些设计规范呢直接 哦不用再透过像以往一样透过品牌商再去提供给这些云端的白牌业者 也就是所谓的去中心商的一个概念哦 以一个指销方式呢直接 由呃这些代工厂商那兼具包括从制造组装那到所谓的软硬体整合 那直接由这些方案提供给这些云端资料中业者 那其中比较大的不一样是说呃以往可能需要由这些品牌商来做 包括对这些的呃伺服器的软体啊硬体做一些系统整合方面 那这些云端业者的话由于他们本身呢就具有这些系统整合能力 所以其实这边又分为两个模式就是说 这些白牌厂商有可能兼具系统整合能力那再提供给呃相关的 比如说二线的资料中心业者 那也有可能是呃这些呃所谓的呃代工厂商呢直接提供这些组装好的伺服器 那再由云端业者这边直接呃由自己的软体 包括像是软体定义资料中心等等 因为他们自己有一些软体研发的能力 那整合起来的话呢其实也带动整体一个白牌伺服器增长一个潜力 2021年其实我们这边还是比较乐观的预估 我们大概预估可以年增呃将近6%左右 那这边最主要原因呢其实可以从供需 两个面向来看哦就供给品牌说最大影响是有关于 伺服器的最关键连组件其实是CPU啊 那包括像是英特尔或是所谓的呃超微AMD这边 其实新一代的CPU我们预估大概在Q2到Q3左右会进行一个量产 所以这边其实对呃包括大型云端资料中心 以及说品牌商的这些的拉拉动呃整体一个出货力道 其实会增强哦会带动一定的一个换机槽的部分 那如果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呢呃可以从三个面向来看哦 那第一个是有关于北美资料中心这边 那北美资料中心这边也一样呃刚提到像是疫情带动的既有的云端需求 那包括说像是一些远去办公一些会议软体的需求 或是像是一些影音平台哦大家在家里可能上上FB或是推特等等 这边其实会带动北美资料中心这边一个需求比较强劲 所以说我们预估在2021年这边北美资料中心呢大概可以呃年正大概一成以上 那第二个部分是针对品牌商哦那品牌是这这边其实跟刚提到的2020年的情况其实有点类似 就是说呃这边尤其在欧美地区一些企业用户呢其实呃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全球一个疫情 其实加去一个情况啊所以这边第一个会受到冲击也是这些所谓的企业客户或是中小企业客户等等 那这边会造成品牌商这边主要的目标客群啊一个拉货力道比较衰减 说明预期就是呃正对品牌商这边一个拉货动能会比较弱啊一个呈现年减的情形 那第三个系可以看到中系的资料中心或是客户这边哦那这边最主要比较跟欧美这边市场比较不一样是说这边有所谓的政策经济啊由一些正呃政府直接用一个支持的政策 然后去带动整个一个呃基础设施的部分尤其是呃由2020年所提出来新基建一个基础建设 带动包括像是大型的呃云端资料中心或是说一些呃像是5G的一个基础建设等等 这边呢都会带动相关一个中系一个资料中心跟品牌客户一个成长的力道 所以我们预估呢像是主要的业者像是浪潮 好或是像华为这边呢都会受到政策一个支持而有一些比较正向成长的力道